字幕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啊今天那个会讲一根就是之前没有买过的一根笔也是一个新的品牌叫文龙G1047的一根笔 然后当时买的时候那个卖家问我说你是不是真的要买啊我一边就打开一边说吧 好首先也是一样一根库存笔啊也就是说那个所以当时买家为什么很奇怪问我因为他说不要买这根笔是一个收藏的 那以那个老师呃老老笔来讲的话你看他这个包装来讲还是非常有特色的然后一打开我去是不是很到位 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都有点想收藏的一个感觉虽然说他们跟那个问我什么比还是那个 拆解或者跟我爱比来讲还是拆解但整根这个笔看起来雕塑感什么的 就是很能耳目一新的这样子的感觉而且这些笔嘛他不刮手里面这些啊好那个先讲一下我这个尺寸啊 我一边讲然后当时那个回去家那个当时的卖家问我说啊你确定买这个笔啊这根笔的话他是一根老笔 呃然后呢啊这根笔是14.3的一个尺寸啊偏长因为毕竟子弹形状嘛对吧 然后他说啊你真的买这个我说是啊我说我买来拍视频他说哦那那行感谢感谢 我说啊反正就是他说因为正常没有人买这根笔这根笔他使用性不算特别高 然后这个主要是雕雕工反正我不知道他是模子硬的怎么样反正这个我不刮手我现在我现在这么弄不不会刮手因为正常会刮手嘛有雷射切的话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小钉这个线我不懂什么意思然后整根金色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华丽然后就 呃可能之前看那些都比较素了突然来这么一根这个东西然后就很很爽啊然后这个 我这个感觉我写非常的怎么讲呃这个怎么讲啊比较反正还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然后写的话呃反而一样然后这块拿起来是一个金锁手感然后非常硬然后没有什么塑料感然后还是一个酸色尖 我当时买这根笔反正真的不贵然后我也忘了然后到时候你们看连接吧我真的忘了有时候买了真的不知道就是这个新墨器有点恶心啊还是这种新墨器反正就还行还行然后整根笔反正我觉得 还挺满意的然后整个拿起来就非常质量很够你你插起来会这么一拿哇相当的漂亮也很霸气然后大小的话我觉得吧就你看看无印比很大但是又跟 正常的欧系那种的话比那你看还是还是差一点还是欧系的更霸气一点那能看得到对吧那这个跟现代这个呃vantage对吧就是那更中古一点的一个风格 那更有那种皇皇宫那种装饰美感对的和我们继续来讲那这个笔的话呢首先是这么讲那他是接近中分的一个很完美这样比例插拔盖的这样子一个呃 插拔盖模式然后呢 这个地方过度的还是可以的你不会觉得有点隔手这样子我这么捏就是少了一个那个外壶 这个地方反正有点小复杂但是不影响并因为早期的笔呃这些地方可是还是可以的呃可以接受那在下来的时候呃其他的总成来讲算是我觉得最不用心就是这个笔握这个部分了其他的你看就是都是很用心的我觉得整个整个东西算 第一个很复杂第二个就是说重量平衡感都还是ok的不会觉得特别重这样子因为他这个是往这边收的说后面中心不会特别那个啊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后面的那个我看一下 然后啊里面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就是说调整那个重量然后去弄了不知道会不会钢笔应该不会弄的这么复杂吧就后面这个这个钉 因为不好说啊反正那个有些羽毛球拍是有的吗后面可调的吗然后这个重心什么的啊笔尖来讲偏小也是小笔尖个人来讲也是喜欢小的笔尖然后笔尖这么反正双射尖算 但是真的这个脚尖尖还真的不会有这种减的说实话好的那个逼我赶紧的我先上一下我真的上一下我这根笔哎 哎呀真的是 呃我估计这是史上那个最就暂时来讲我我我那个 急速来讲嘛就是说我暂时那个 这么多集里面这个是专制性最强的一根笔了就是呃你说那个 他是一个洛克克风格我觉得不也不也不能这么想洛克克风格他是比较妖艳的 呃就说的不好听是一个妓女就妓女早期把这个品牌给带起来了吗 但是我觉得他跟人讲一个什么巴洛克风格啊相对来讲也是那么复杂专制性但是他相对来讲没那么妖艳啊 这么这是一个纯粹感官好 好的那个回来了 然后首先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你们看得到 学校我不知道为什么颜色是不一样但是用的是同一种墨水 那 小花也是一样就是国产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这种就是这种很便利的滑顺感但是又不是真的 滑的很极致那种 那书写来讲那你看这种就很顺畅对吧 那再来说的话盗墨也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我们还是例行公司的实验一下你看 那比肩来讲他是偏细那你说好不好出风我也试一下写一下啊 对吧 出风还是可以的出息变化还是非常明显 轻一点重一点对反馈感非常的好但是不属于 你你不会想哪来长期书写因为他欣赏欣赏的那个功能性会比他使用的功能性来的更怎么说更耀眼 不是说他用不了而是说你会更 自然而然偏向一个别的功能对的 那比进来讲 偏细偏细还是可以的 那有时候签签字什么玩一玩比如说那个白丁爱人我那我平常签字这么签对吧 那如果我我我是随意了那那那吵一点就吵一点这样呗对吧 那我平常这么写的时候那就啊反正就还行还是可以的 那就个人喜好吗反正就对那得这个先放一遍 那整个笔来讲啊非常的满意啊非常装饰性非常强啊好的 那就感谢这位观众推荐的就对啊是的好那一个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这根笔特别想的看一下你们怎么想对吧分享你们的想法好的谢谢大家